沒有聊世紀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達達人 這場比賽是KOTD5的比賽 簡稱這個沙木之王 那最近這個比賽呢 也快要到達了這個準決賽裡面 就是主賽事 有我們知名選手 Viper 他們一行等人 都已經到了這個決賽裡面 很可惜的是 台灣在這次的賽事中 基本上都已經落敗了 但沒有關係 下次我們可以再為他們繼續加油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的比賽吧 那葡萄人在這個文明 這一次改版是蠻多的 風琴砲子彈數量上市又有一個小改版 變成了6%發子彈變成5%發子彈 那彈道的部分也有所改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會不會出風琴砲吧 那葡萄人有一個特殊的科技 是這個帝王時代呢 可以蓋這港王大山站 蓋下去之後會耗費20個人口 但是資源會慢慢一點點往上跳 這就是我們無限支援戰術的打法 這個打法使用時機非常看人的 並不是每個人玩無限支援戰術都可以打得很好 因為他支援跳動其實是比村民的採集時間 效率還要慢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支援還很多情況下 把這個村民就是停止生產 然後直接蓋港王大山站 很容易導致你的人口 雖然是滿的 但是兵很少 支援也很少 所以這個使用時機點其實蠻看驚艷的 再來就是葡萄阿倫 所有的單位都有-20%的黃金減免 所以不管是打騎士奴兵 或者是工程器 都還會有個不錯的效果 最好還是打他的風琴砲是最好的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達達人 達達人這次改版也是跟他沒什麼毛線關係 沒什麼太大關係的 達達人的話經濟來說也沒有到很好 但是他一開始會有這個 不好意思 有升到城堡時代的時候蓋TC 會獲得羊駝 不是羊駝啊 就是馴服動物 所以到城堡時代有這個能力 我覺得其實也蠻微妙的 因為到城堡時代也不會去吃羊 所以達達人對我來說 他經濟一直都不是很好的文明 但是他很適合打強軍事 因為他的所有單位 在這個高海拔打低海拔時候 就是我們俗稱的高打地的時候 這個額外傷害會再多增加25% 這就意味著他很適合打這個馬攻路線 那除了馬攻路線 不管是騎士啊步兵 或是戰毛兵投石器 之類的單位 這個達達人也是能吃到這個效果的 那除此之外 達達人還有很多的免費的科技 例如這個免費的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所以馬攻成型速度來說是達達人最快的 那達達人這一次還有一個比較值得注意一點的東西 就是這個草原騎兵 原來草原騎兵這次有多給他天生異遠防 這就意味著草原騎兵 在城堡時代可以稍微出一下 嘗試用草原騎兵去偷對方村民 因為以前不能出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的防空太敵很容易被換掉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那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再多異防的話 就很能抵抗對方的TC 甚至對方的工兵都蠻好打的 所以達達人算是一次的登場 那為什麼是說達達人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銀罐有這個絲護甲 可以讓青騎兵草原騎兵跟馬攻 都增加靜遠防各加一 這意味著達達的草原騎兵就更坦了一點 當然蒙古的草原騎兵也很好用 血量比較多其實更實際一點 那我覺得達達的這個絲護甲技術 跟上來之後草原騎兵其實也是能用的 那算是可以配著他的寶兵 雀削加上草原騎兵加些馬攻 作為一個主力 全部都是騎兵單位 就可以做一波進攻 但是還是要很害怕對方的騎兵 但騎兵也可以用安息人戰術的馬攻去做解決 所以達達人本身來說 如果黃金夠多的情況下 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凡是一個蠻強勢的文明 剛剛忘記講 訓養動物裡面 我們可以再增加多50%的食物 所以他在前期達達人的食物 可以吃得比較久一點點 就是這個羊肉的部分 就意味著他在前期出了一些肉 壓力上來說也會比較少一點 我覺得最經典的科技 應該是他的鐵木耳工程術吧 因為這個科技點上去之後 巨型頭實際的射程非常的遠 遠到可以讓你的巨型頭實際 可以在安全地方攻城 然後對方火炮需要多走兩步 然後去打你的巨型頭實際 所以這個打打的鐵木工程術 看似加二射程好像沒什麼 但是在一些情況下來說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能力 而且點下這個科技之後 還可以啟用火焰駱駝 然後對方出馬舊單位的話 或是騎馬單位 直接被這個火焰駝駝炸了一波 就跟海上自爆船一樣 這個傷害傷力是非常強大的 那我們就先稍微快轉一下 原封建時代兩邊都是小打小鬧的幾率是偏高的 原封建時代兩邊都是小打小鬧的幾率是偏高的 原封建時代應該還是比較主向走馬跟路線 封建時代應該是小攻稍微射射 然後配一點戰毛兵防守 就結束回合了 不然就直接打馬舊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嘛 他這個羊肉可以吃了很久 一直吃一直爽 好 那打大人打馬舊 那葡萄人打小攻 OK 葡萄人打小攻也適合 比較能吃到他這個文明紅利 不然葡萄人這個黃金潔麵喔 粗肉嘛是吃不到的 好 直接攻兵開局非常標準 當然阿茲 不是阿茲喔 這個葡萄牙也是可以打這個 這個寶兵系列喔 直接直層硬打 如果要打這個打法的話 最好還是出個 出個毛兵在家裡防守 然後直接圍死喔 會比較好 那在一些非常爛地圖的時候 其實葡萄人這個打法 是蠻好用的 好 之後直接繞一繞去 這邊攻兵條過來了 他應該打不到任何東西吧 這其實都圍好了 圍好圍滿了 好 好 開錯 開錯 那 再補充一件事情齁 就是其實葡萄人齁 前期經濟也蠻好的 最主要是因為他是果汁齁 在採集果汁的時候也會增加木頭 你看這個木頭會慢慢增加 所以大家也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木頭會一直慢慢跳上去 其實是這個果汁的原因齁 所以葡萄人齁 在一些像是油木的地圖 如果你看我去採果汁的話 其實經濟也不會差到哪去 而且也很適合打海戰 所以葡萄人打油木其實也蠻適合 增加木頭可以多出一點漁船 這邊小打小鬧 三隻刺頭一直繞 這邊優先把這個長槍兵解決掉 就可以用刺頭上去喔 但是這邊被抽到太多下長槍兵了吧 這兩個隻刺頭也太慘了 反血的慘 不是那個慘 這邊可能要直接圍一些房子 直接圍死會比較好 那這邊進來打個一波 兩邊都沒有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這邊買賣一波 直接點下城堡時代 UZGI這邊直接買賣一波 好果然喔 用少量的兵拖延時間 順利到城堡時代 這邊是決定繼續打工兵喔 雙奴兵 雙射箭場直接奴兵開射 這邊大概會鼓一個TC 然後外面呢 可以考慮在這邊下個TC 或是左邊這個位置 那我個人會比較希望 地上TC放到這個位置 第一個TC放家裡會比較好 因為這裡村民喔 有這個TC的保護 主金也不會壓力這麼大 那稍微看一下打打 打打這邊的話 主金在前面非常糟糕 這有可能要開個TC在外面 直接印卡或是開在裡面 不然就是要來這邊 直接蓋動城堡防守 然後TC蓋這個位置 直接用這個城堡TC連防 那石頭也在外面喔 所以這個地圖 對WIGG來說 是非常糟糕的一個地圖 基本上重要支援都是面向對手 那順帶一提喔 這個TWIGG 之前在那個 一開局 極背黑森林包圍的一張地圖裡面 他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玩家 他是特殊圖的職業玩家的樣子 有觀眾補充 所以他在一般賽事的比賽裡面 他的實力自然也不會落到哪裡去 好 那達達人這邊是開出了自己的 草原騎兵路線喔 草原騎兵9加0 看這個有多一房就是比較舒服 以前是0房欸 這招多爛啊 這個草原騎兵 那我一房之後就很舒服 好 好 三毛兵直接升好 給對手 壓力 這邊按了一隻駱駝 是按錯嗎 按駱駝有點不太知道意思是什麼 知道人這邊沒有打騎士喔 他可能對手 以為對手有按騎士喔 殊不知對手一隻騎士都沒按 直接TC開呢 欸 結果TC開這個位置了 不是這個位置 有點讓我意外 直接開這個門面 也不是開這個位置 GGI的想法比較特別 好 毛兵直接爆出了20隻 出量有點多了 好 這邊毛兵上前 櫻達 但是有投石車 打不到 秀操作 秀好秀滿 好 可能要再稍微往上走一點點 可能要往這邊打吧 這邊其實都會還不錯 但這邊應該要先偷一下村民 但是沒有彈道學 這邊第十元拉開 我反應非常及時喔 好 工兵過來 投車也是繼續給壓力 好 這邊直接先砸這個戰毛兵 戰毛兵被打倒了幾隻 但是投車對於戰毛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自己也是來一台投車出來打 高打低 可以砸到工兵喔 欸唷 砸到啦 這邊減少了 砸一發 應該可以再砸到 砸換 直接換兩台投車 非常賺 駱駝這邊不要上錢比較好 因為這邊駱駝本身沒有防護喔 比這個草原騎兵更爛 好 所以這裡千萬不能用駱駝直接上錢 依靠 這邊直接送好送滿 好 草原騎兵直接開督這個房子喔 這邊督一直督一直爽 督著有點久 他打建築有點痛欸 為什麼 打一下12攻 9加0 打建築有外傷害喔 哇這個草原騎兵看起來 這麼有料嗎 好這邊補下瓶種 3TC 欸果然這個TC蓋在這個地方 不然UGGI的位置我 我預測錯了 最後都預測對了 第三個TC開這裡 第二個TC沒有開在家裡 開在外面 那這個TC開的位置也不錯 這裡有礦區喔 跟石頭木材 好 待會村民出來 就不用花太多時間移動 好這邊可能要做一個包夾動作喔 因為對手在這個很危險的位置喔 通常這裡沒有掌握住對手動靜喔 這些兵過來就可以輕鬆一舉的 把對手兵全部包夾掉了 好這邊可能要先拉駱駝 駱駝沒有過來解這個頭車嗎 這個頭車難道要用戰毛解 好這邊射破一個洞 發現這裡其實是可以打進去的 這邊用了一隻村民犧牲 去賭了這個四級 好拖車這邊拖雜 拖車能不能直接換啊 可以 喔一滴兩滴 戰毛補下傷害 Nice OK雖然這邊村民死了兩隻 還算很接受 應該算三隻吧 好 拖車砸一發 預判位置 Nice 這個有踢地板 這個踢左邊這個位置 喔差一點 這個要是在左邊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可以在右邊再砸一發 結束遊戲 應該也不用砸了 直接用戰毛收一收就好 欸不解乾淨在幹嘛 欸走掉走掉 直接不想理 社後不理戰毛兵 突然人家回頭你也跟著回頭 怎麼那麼奇怪 欸這個房子戳進去了 都進去了 然後草原奇兵不進去都 是我就進去都了 其實下面也可以都了 下面木頭已經挖完了 好這邊趕快圍起來 葡萄人UZ蛋一定很納悶 你是要讀多久 房子都讀破了 趕快下個修道院 把草原奇兵招走吧 講話一下他 好這邊的兵也慢慢拉了回來 前線BK 經濟繼續往上攀 稍微加速一下 感覺好像沒什麼 空氣可以看 看起來就是你農我農 你停戰我停戰 好這邊有大動作囉 木頭人直接在高地尋了一個城堡 這邊是 DWIGG的附近喔 這裡的距離有點近 應該不是野精吧 野精應該是在右側的位置 三塊的才是野精喔 那他在另外一塊呢 我看一下他另外一塊野精 在這裡 這應該是他的附近 看這張圖對他來說真的超級不利的 好烈阿 直接烈開的那種烈阿 剛烈 好這裡再可以讀掉一村 草原奇兵現在 燒了能力就不錯了 讀這一房 可以扛這麼多箭矢 舒服 那讀進去殺了幾村 村民宿目前也稍微領先 卡納現在是93村 哇這修道院很漂亮 那聽一說 這個四季帝國修道院之後會有大桿 那聽說有沒有 確定會不會正式實裝 聽說是羅馬版本之後會實裝 就每個人文明的修道院 會跟他的文明喔 會有點相似喔 就是不是大家都同一種清真寺阿 或是修道院 或是那種寺廟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四季帝國一個很好的地方 真的覺得四季帝國真的很屌阿 還在更新那種圖形 除了平衡性更動以外 連圖形都一直在更新 真的是非常令人開心的一件事情 感覺四季帝國還可以再戰十年阿 那時候看到HD版本 覺得可能就HD就沒料了吧 沒想到絕地版一出來 就突然覺得這個遊戲有希望 然後就開始各種更新 真的是太爽阿 不過最近我有點想要做這個戰役影片喔 但我知道戰役影片應該 點閱的人很少 所以有可能 做戰役影片 可能是我無聊的時候打CD國 會來玩一下 然後可能會變成會員專屬影片喔 所以我想說既然沒什麼看吧 如果會加入會員的話 應該也是很喜歡我影片的人喔 那可能連戰役都會看喔 所以我覺得可能發在一般影片也不太好 就畢竟來我看我頻道影片的人喔 都是想要看天梯阿 或是看這些底肩高手 打架的G多 應該是不太會有人想要看我的影片阿 所以放到專屬 會員影片裡面好像也不錯 好那我們回到比賽中 TWIGG 這邊草原騎兵已經升級好 二防野點下 這邊直接升到了金瑞喔 三防野點了 草原騎兵直接熱血開督 有這個異攻射程 其實督起來效果還蠻舒服的 直接大督特督 後面直接侵略了起來 但是三防沒有好的關係 還是有點痛喔 這個箭矢 草原騎兵升到金瑞之後 還有再多異防喔 異遠防 那如果升到三防的草原騎兵的話 就是六防 跟這個騎士差不多了 騎士七防 三防的騎士的話 是七防 那草原騎兵是六防 而且重點是這個草原騎兵的造價 比騎士便宜了半價 草原騎兵的價格很便宜喔 跟這個波蘭騎士 其實沒什麼兩樣 是40塊 基本上是騎士的半價 那用這個數值來說 我覺得相當值得 而且還有一攻射程 所以大大如果要打騎士路線的話 可以配駱駝 加騎士 加醜人騎兵喔 算是一個蠻讚的一個組合 好那待會再補下師護甲 這個反駁就變成七了 就跟騎士一模一樣 拿來騷擾的話就有這個價值 便宜又好用 好草原騎兵直接往前督 打工兵其實效果也還不錯的喔 因為他有這個異攻射程的關係 可以更快督到工兵喔 殺傷力對工兵來說也非常足夠 好直接上來硬督巨型頭死機 巨頭被毒爛 草原騎兵要往前自己硬扛嗎 這邊有更多的兵過來 想要聚集包夾 頭車砸一發 中了 但是砸到插邊球 哇 safe safe讓不少人賺到了一些 草原騎兵的數量 彈巨頭死機依然在強攻 右側這邊騷擾也在打 這樣兩邊都打著水生活了 草原騎兵一直想要顧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只要一直站住 草原騎兵就可以獲得這個減免 而且還可以獲得高打地的效果 但是數量還是不敵弓兵 草原騎兵的弱點就是弓兵了 雖然加了一防 但還是依舊是這個屬性問題 對方弓兵太多 還是很容易激活掉 施護甲趕快點下 可能就會比較坦一點 好城堡終於拿下 這邊巨型頭死機可能趕快跑了 快跑快跑快跑 跑兩台也是跑 可能要剩一台只能跑掉 尷尬 WIGG這邊能反打回去嗎 UZZI這邊感覺用強弩打 好像有點太單調了 好這邊配上重裝長槍兵 那剛剛這波騷擾 TWIGG打打人 這邊可是殺了非常多村民 村民術剛剛補了37村 村民差距有點被拉大 但目前打打人的村民術也沒有繼續飆上去了 這個是有點尷尬 因為他是3TC 沒有開到4TC 我覺得這時候開4TC 趕快把經濟再用上去一點會比較好 那這邊他還專注在打架 還有生科技的關係 沒有辦法顧到太多經濟 3TC不斷存其實就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你要邊顧打架 還要邊顧經濟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好顧完 後面農天也有灑完一波 這邊可以再灑一些田 會比較適合 這邊繼續督房子 村民這邊收村一下 142村對上107村 葡萄人這邊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還有火炮 火炮這個科技打均勻投石機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不要達達人點下了這個鐵木的工程術 射程就會遠一點 火炮就沒那麼好處理 這邊銅一下銅一下銅一下 OK 直接帶銅進去 達達人這邊防禦也補上了 一防 草原騎兵沒有反擊 直接被銅 哇 但是一擊火 一直長槍兵 很痛 家裡又被草原騎兵 被弄了一波 哇 村民樹又再下降一次 但這面家裡的主經也快守不住了 所以我才說他這個金礦真的是爛啊 直接被控制了 太糟糕了 那這個時候也沒辦法挖 很難受 好 這邊用戰毛稍微擋一下 彈道學配上鑄鐵技術 哇 原來三弓還沒有點 好 草原騎兵稍微有被擋下來的跡象 但是還好 雖然主經被控下來 但草原騎兵造價實在太便宜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達達人也沒有損失太多的黃金樹 反而是存了一些黃金 還可以再繼續轉兵 或是再保留一點 轉科技也可以 這個戰毛兵直接硬投掉對方的火炮 但自己損失了一些戰毛兵 但戰毛兵免錢 所以不用太擔心數量減免 反正自己的射箭場夠多 還是可以轉出大量的戰毛兵出來 強弩這邊數量來到46隻有點多 達達這邊有點兇啊 那個達達這邊也是有鐘頭可以用的 但我覺得他這邊要升鐘頭 時間點有點晚 而且容易被對方火炮針對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轉出鐘頭 直接用草原騎兵喔 加上騎士或是這個雀血 去印都會比較好 雀血當坦 然後草原騎兵在後面當輸出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雀血需要用城堡來製造 但目前沒有開始按雀血 有點尷尬 微妙的 草原騎兵現在有2攻喔 督村民開始很痛喔 那有3攻的草原騎兵 應該是3下就可以戳11隻村民了 這邊戰毛兵數量越來越多 然後防火炮也是繼續出 好這邊再露個一波 這邊雙線打得非常好 這個細節一直都有打好打滿喔 除了他打正面的途中 還是一直有拉那些兵友去打 雖然正面上打起來還是要有點小心喔 這個長槍兵有點衰 被這個巨頭給砸到了 好火炮看到巨頭 直接想要拉來打 但是直接戰毛布來硬反擊 欸他這個是點下絲護甲喔 還是沒有點 看不太出來 應該是還沒有點絲護甲 如果要點絲護甲的話 進反會再多加1 尷尬啊 打這個草原騎兵沒有點絲護甲 好殘寶兵直接上前 無限開 欸這邊第一時間四到前 好像把火炮給嘟掉 哇擦一下就可以嘟掉了 3滴血的火炮 這邊上前一擊火 OK Nice 好那這邊戰毛兵 繼續擊火這個火炮 火炮直接被收完 正面大量的強弩也要直接被印都上來 草原騎兵加上戰毛兵 直接爽爽收拾正面的單位 看起來要穩穩拿下了 好這裡有直接配上駱駱駱駱 也在家裡坐鎮不住了 一直覺得對手可能會有騎兵來家裡燒喔 但是卻不知道 葡萄阿倫沒有這個打算 出騎士去他家鬧 所以駱駝也直接上前送掉了 好那TWIGG直接城堡 插在敵人的附金上 這跟城堡能插起來 可以賺到很多農田喔 還有TC 可以跟寶插起來 穩賺不虧 那他的附金的狀況也快被挖完 石頭也趕快挖 土金搶回來 這裡的局勢有點偏向於打打阿倫這邊喔 打打阿倫這邊多線打得非常漂亮 UZZI村民只剩下97村 村民術被殺了89成90村了 接近還100人村民就這樣被消耗掉了 100村等於多少肉 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快5000肉吧 是嗎 10隻村民等於500肉嗎 對阿 100村的話就是5000肉阿 5000肉就這樣被TWIGG 給弄蒸發了 而且還沒有算這100隻村民死掉之後 沒辦法產生資源的這個 效率阿 就知道這個雪球被TWIGG滾起來了 反正UZZI一直沒有去騷了喔 TWIGG這邊省下非常多肉 就不用去補村民阿 他就會一直爆兵喔 一直爆草原騎兵 反正草原騎兵也是便宜阿 這邊直接出駱駝 看到這邊有出騎士的關係 直接轉出了駱駝 但我並不覺得 UZZI這個時間轉騎士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時間檢傳騎士 是沒辦法支撐這個騎士的數量 因為他的黃金已經快沒有了 這裡有沒有轉出自己的港灣大商戰 打出自己的無限支援戰術 所以這個打起來可能會有點微妙 感覺上不太好 感覺上不太好 但是不打騎士的話又很麻煩 可能要打大洛瑪 但大洛瑪又打不太贏對方 因為對方的大洛瑪是有生完全不惹 他只有新奇病而已 好 目前看起來打大洛瑪的勝率是偏高的 葡萄人勝率是非常低的 而且這邊也被壓到農田過來了 家裡經濟也快沒了 好 看來是打算出雀血 還是要轉駱駝加輕奇兵 大洛瑪待會再補下升級 好 黃金慢慢挖了出來 魚頭司機開菜 數量還不夠多 好 這邊騎士要上來硬砍戰矛了嗎 結果防御沒升完之後 一防被戰矛打還是有點痛 戰矛的逆襲 好 這邊駱駝也補了上來 好 金瑞草人騎兵直接往前開督 能不能督進去又再督個一波呢 看起來又要出大事啦 UGDI這一波你能狗住嗎 這邊駱駝給的傷害非常高 兩邊的兵種都是有點克制 但是戰矛兵有個主動權 冤射程遠的距離counter 是戰矛兵而不是弩兵 弩兵這邊如果一直被打的話 一定要用火炮反擊 那自己還用中央騎士打 但中央騎士一上去 自己的駱駝 對方駱駝也會上來硬打 所以現在是一個戰矛 一直跟對方弩兵換是有優勢的情況 好 這邊受不了直接上來硬砍一波 但是遇到對方駱駝還是只能撤退 聖矛兵雖然有點少 這邊硬尻的距離 感覺駱駝是會宜 因為對方的裝甲沒有升完 防御非常的薄弱 直接換光對方騎士 駱駝雖然也是死傷慘重 但至少對方的騎士正面已經被擊垮 戰矛兵這邊可以繼續做一個反擊 後方更多的草原騎兵加駱駝的混搭 開始出來了 但是石護甲一直沒有點 快點石護甲 好 當然來不及了 UGDI這邊打出了GG 出了138隻的強弩跟戰矛兵 哇 這個很難得 在這個頂尖賽事裡面 看到草原騎兵可能這樣 打出這麼好的成績來 那如果再點下石護甲的話 這個草原騎兵真的是狂到就不行 如果你喜歡草原騎兵的單位的話 建議你可以度玩蒙古或是達達人 那應該會很適合你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部分的話 達達應該是全勝 因為他這邊經濟勝都沒有被騷擾到 黃金我以為是葡萄人可能會贏 因為他畢竟是挖人家的附金 但沒想到金礦樹還稍微輸了一點 因為達達這邊早早就去挖了野金 石頭上也是少也引了一些些 這邊都是挖野石 因為他的主石也被控制了 也不能挖 哇 這個TWIG 這一把真是打的齁 但葡萄人這邊沒有打工程器 也是讓人有點意外 他可能覺得工程器被削弱太多吧 這個風情砲被削弱太多的關係 所以沒有出 也是有可能 好吧 那我也不知道 頂尖選手在比賽當下是在想什麼 這個我也沒辦法猜測出來 只能大概推倒一下而已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下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